沒關係這段我會剪進去 他買了一個綠色袋子 五千塊台幣 五千塊台幣買這樣啦 Making ready to shake the rules 我們現在到了那個 新待公司這邊 這邊都是那個 手錶包包的衣服 然後我們現在來逛逛 零錢包 各種顏色零錢包 然後有造型的 它就是矽膠軟的 沒有味道 它開價30萬 20萬 開價20萬 台幣250元 有點貴 你要轉過來吧 你要轉過來吧 韓國人 沒關係這段我會剪進去 他買了一個綠色袋子 五千塊台幣買這樣啦 保安捏 這麼多啦 啊這裡還有啦 這很便宜啦 我有給我放一起啦 15萬 我以為要200塊 這個啊 這個 台幣很舒服 那這個15萬 對呀 開價17萬 那是樓中樓 它是樓中樓 我們剛剛在三樓 然後這在二樓 然後這邊是一樓 我們現在那個 都逛完街吃完飯 然後我們今天來到那個 亞洲按摩這一條街 的其中一家 叫做 103 按摩 然後 看看 覺得怎麼樣 介紹給大家 然後等一下會進去拍 這邊是換鞋子的地方 然後 這邊會有更衣間 我們現在換好衣服 要上樓了 它這邊 裡面有一座電梯 它的躺椅就長這樣子 然後它這中間 看一下有沒有洞 喔有 這邊 有沒有 有一個洞 是可以趴著的 我們現在在103按摩完 然後 前面就是137 137啊 12點 就休息了 所以很多人 他12點 晚上之後 我們會跑來103 所以他們103晚上生意 特別好 然後 這邊 我剛剛看一下價錢 90分鐘是 33萬 月頓 不用再給小費了 如果是90分鐘的話 這樣 然後 如果是一個小時 就是28萬 大家可以換算一下這樣 大概就是 差不多 28萬來金錢 暗的力道呢 暗的力道呢 我覺得 它蠻夠力的 可是 以專業度來講的話 亞洲按摩的專業度 其實比較好 因為它稍微會講中文 然後 手腳又蠻伶俐的 這樣 可是這邊也不差 就是我覺得 可以給大家就是 體驗看看 然後做得很好 然後我們要回飯店囉 掰掰 今天逛了超多地方的 然後超累 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的戰利品 我們今天 傍晚的時候 去逛了那個 西貢的SQUARE 然後它那邊的話 我覺得 比較像是 我去那邊啦 我其實自己的衣服 沒有買到什麼 因為跳不到喜歡的 那邊的款式 也比較不適合年輕人 然後 可是那邊有很多包包 然後 跟一些 就是 品牌 不是很正牌的 一些 一些衣服 然後 可是它的資料都是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買來當睡衣啊 或是 當 運動服 我覺得還可以 然後是 我幫我爸買很多衣服 這個 這件我覺得不錯欸 對啊 它這個 資料都很好欸 資料蠻好的 對 它這個資料都很好 然後它又很透氣 然後 又不會說很粗糙 它這一件啊 才十五萬月噸 大概就是兩百塊台幣左右 超便宜的 我覺得還有那個 運動褲 像我們台灣 也有賣很多是那個 給大家看一下 雙層的 就是有那種透氣的 一件 十萬 月噸 一百 三十 一百二十塊 一百三十塊台幣吧 超便宜的 然後這邊 我後來還有去 好像是第五巡 還第六巡的那個 衣服街 這裡全部都是賣 那個年輕人的衣服 不過我今天去逛了 覺得 以我們台灣人的口味來講的話 我覺得 我自己沒有那麼喜歡 可是還是可以 挖到一些寶 像我就買那個寬褲 這樣子 一件差不多兩百塊台幣 長裙 這長裙的料子 我也覺得還不錯 就是它資料不會很粗糙 然後跟 T恤 我現在身上穿的也是 就是大概 這個也是十五萬 絕對 我覺得你直接給大家看 最貴的好了 沒有真的就是我在Square買的 它是那個韓國的老闆 裡面全部都是韓貨 然後這個 最韓貨 它們它就 我買好之後就 就把我包成這樣 它是一件魚人外套 遠的就看到那件 我就說 欸我要試穿那件 然後又一穿 不穿還好 一穿就是 眼睛發亮 就還蠻好看的耶 然後就想說 好那問問看價錢好了 一問 四百萬月盾 嚇到 大概差不多五千塊錢 然後想說 蛤在越南花這個錢 然後買韓貨這樣 對嗎 因為我下禮拜 就要去韓國了 我就心心念念 這件衣服 我又回來 才殺個二十萬 他就說 就不行喔 最低了這樣子 然後我又再離開 想說 好沒關係啊 我再逛逛看好了 回來 它還是不讓我殺 我覺得重點是 因為它很輕 它穿起來非常輕 然後又保暖 不過說真的啊 整間商場 看到所有的羽絨衣 那個資料 摸起來 拿起來 跟這件 你一摸一拿 就知道差很多 那個等級 大概是差三四幾張 可是最後還是買啦 就想說 真的喜歡 怕說到韓國 沒有看到喜歡 這個味道 好 就分享給大家囉 如果大家來越南的話 其實我覺得很好買 好啦就這樣 掰